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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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COLLECT開始的 我們通常會希望 我們在被做的時候 要被摔之前你的身體會 轉向對方 而不是這樣 被弄住他 就是你轉向他之後 然後對方往下摔的時候 你的耳朵盡量 往你的手這邊靠近 就不要 讓他的 把你的手靠成這樣 這樣很容易 拉到 我們就盡量 這邊 這樣貼著這樣子 然後身體是朝向 盡量面向扛 讓他直接 直接 把你往背上靠下去這樣子 讓你有點危險 對 然後要摔下去的時候 不一定要跳 我們頂多就蹬一下這樣子 然後剩下就是 交給身體做 迴旋這樣子 注意迴旋要多一點 跳其實不用太多 就旋轉要多一點 對 像這樣 我們希望是旋轉要多一點 啊 我們上下的 動作會少一點 就不要跳上跳下 就 從頭到尾就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這邊 先這樣 這樣 這樣 那我們 希望會身體跟 腳會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同一個水平線上 就一直線 一直線 你側邊看會希望 你的人是長這樣 或不是長這樣 摔的時候 會 會 盡量保持身體整個人是直的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你身體如果是彎的話 會找這樣 就 會 不是說不行啦 可能會 有被先砸到地板的疑慮這樣 那可不可以失敗 那什麼叫砸到地板而已 砸到地板 我以為他會 這樣 剛剛就是 被先找 就是 就是 沒有自己做旋轉 然後背著力大 就 對 就盡量不要做這樣 就 身體轉向對方 然後自己做旋轉 做一個護身 就差不多這樣 我介紹幾種 我介紹幾種 比較 我認為會比較 好看的做法 好看的做法 好 第一種 好 下去的時候呢 我讓 我的中心線 跟著他跑 下去的時候 我讓我的中心線跟他跑 然後呢 我的腳 這樣 甩下去 這樣 這樣子做 然後我們就做看來 這樣子 你會比較 看起來 那個空中的 時間久一點 好 然後 再來 剛剛如果 剛剛那個畫面 如果你要再讓他更 滑力一點 你的 後腳 他就是做兩個動作 一個是 腳往後甩 另外一個動作就是 腳往前跳 這個東西你要 學會 會做 有點像是做 那個 呃 這樣的話 你會在空中的 制風時間會很久 然後 會整個比較 華麗 可是這個有個缺點 就是 他需要你有 呃 比較好的協調性 跟 比較好的柔軟度 就是等於是 你的 柔軟度的話 你的 你的下肢的柔軟度 跟你的 就像我剛剛那個 單手 廁所般的 那個 協調性 你必須要再強一點 你才有辦法做那個 然後另外一種是 像 你們自己做的那種 方式就是 我讓你摔的時候呢 我 我讓 側邊 我讓他側邊過 可是我把我的核心 整個身體 變成一個直體 有點像 這種轉方式 有點像那種轉方式 然後 這種直體轉的方式 我的下半身會是直的 我的下半身不會是這個樣子 我的下半身不會是這個樣子 我的下半身不會是直的 會比較好下去 有一種方式是這樣子做的 這樣的話 你也可以在空中 畫出一個很漂亮的高空線出來 而且 這樣子滯空實現的過程 他不會像 嗯 不會像我剛剛那個 一些有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在做的時候 他的 腰 都很低 對不對 我們在做的時候 先講一下這個手 我被他做的時候 這個手要在哪裡 這個手 不要再放在胸口上面 很多人在做的時候 他是要跨過這個手 他是要這樣子跨過他的手 導致他整個身體 就會變成 跨 在這邊下去 會變得很重 你要讓他摔的時候 你要把他的手 放到很低 大概放在這個 哪邊 哪裡的標準 就是大概這個膝蓋的 上面這裡的標準 你坐這邊好了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 這隻手 跟我的位置 OK 這個大部分就是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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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蠻總針 頭對他一起 他上去的時候 他的 就是 在你空空不夠久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隻手太高了 他直接跨下去 因為 再加上你的肌肉 你要再空空跨下去的話 無限就跨不出來 你就跳成蹦 主要是核心 不太夠的關係啦 就比如說 你要摔對方的時候 你就不要 只有在這邊 這樣的話 就會變成他 就要自己 完成自己的動作 我是覺得 是希望可以踩進去一點 對 這樣他會 也會 就算他這樣要跳 他也會 比較容易去跳 對 還有就是你的手 要控制好 因為可能 有時候可能摔太用力之後 就滑掉了 他可能 他可能 如果 腹身不好 他可能就直接 掉到地板上面去 這時候就盡量手 還有動作 盡量 就要微一點 這樣 對手也比較安全 大家就知道 就算 就當腹身沒做 你也來得及保護他 這樣 呃 我的 我的想法是 就是 就看一下 對手的 位置 如果他 就盡量往他的 手跟耳朵的 方向去摔 只要他耳朵在這邊 手在這邊 就盡量往這邊摔 這邊摔 就看他整個人的身體 平面在哪裡 你就往那邊摔 他會比較好摔 啊 如果你 往他的背後摔 這樣的話 如果他的腹身不是很好的話 他可能就直接 直接 背著地了 就我的建議是 能往他的 身體 鎖在那平面 方向去摔 這樣子 這樣應該比較看得出來 就 他平面在這邊 我們就盡量往這邊摔 這樣對方也比較好摔 人家練習空方也會比較好練習 這樣子 反正做練習 我們就不要做一些 奇怪的角度 讓對方不好練習 這樣子 盡量往他的 很多手 往往向去摔 然後抓的時候 要抓好 就盡量 不要放開 如果放開了 他可能 比較 附身比較不好的人 可能就直接 背出去了 就 完全這樣 然後 摔傷什麼的 對 就這樣 我可以開啟最好的方式 是這個方向 比較好的方式 那 我的 我的手臂就是 這裡有一個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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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注意看 我只要少了一個直角 我只要少了一個直角 整個 整個 優勢就會換到我身上來 這樣子 你都覺得我很會倒對不對 你知道我少了一個直角 你看到這裡嗎 我只要少了任何一個直角 優勢都到我的身上來 所以 其實 口腿開啟 你要 主要是這個角度 你要做得出來 這個角度你要做得出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邊要做得出來 然後 做的時候呢 就像你們講的 你不要這樣子做 還有 有些人會這樣做 如果他手臂夠強壯 你這叫自殺行動 如果他手臂夠強壯 他手臂夠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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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如果要重視 哪個 娃娃娃那部份的話 你必須要用到 你身體的力量 因為一般 一般的手 這樣子會說 It's pain But it won't let me flip OK How to make How you make me flip The momentum should engage on me Not on my twist Right If you power engage on my wrist OK I feel pain But I won't make a flip If you would like to make me flip Over Over This high He should give me The momentum OK OK We got Fresh The momentum It's not I just Pay the core I just pay the core No muscle strength But the rest The rest The rest The momentum He can be 剩下的那個動力 他給我 我只負責 用好我的核心基礎而已 可以吧 這樣的理論先聽得懂嗎 OK 然後 然後 再來一個 最後再講一個東西 做這個的時候 轉速要快 什麼叫轉速 The rotation The rotation speed 應該會很快 如果我轉速不夠快 我很容易就是在空中就直接撞到地上去 好 我做一個轉速很慢的 就是一個轉速比較慢的做法 OK 我剛剛再講一次 我再延伸一次 我要怎麼樣增加我的 再空空的轉速 第一個 甩腳的動作要 The speed of you kick up You fast enough OK 如果你這個東西還不夠快 你踩地板這個東西要快 就是你要 那個反作用力你要借得住 你要做得出來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你要一起能做得出來 你這樣的話呢 你的這個轉速才會夠快 這樣子才會夠快 我先講 一般我們在看 比較 不好看的 5K面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大家 平常 平常大部分人做 比較 會出問題的 5K面 大部分都是自己的 Core Muscle比較 柔一點 導致的 他摔我的時候呢 跟我自己做的5K面是 兩種不一樣的行為 譬如說來 好 好他這樣子摔了 OK 1 我們做一招 我也是翻過去 我也是翻過去 你會看到我的 下半 我的這個東西 跟我的下半是分開來的 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 我會這樣子倒 因為 我的 下半身 這個 跟 他做的這個 Toteka一起是 沒有 Mesh在一起 導致的 對我也是自己 我也是自己做 Gaming 可是 這兩個是分開來的 然後另外一個做法就是 我會自己跳 在他還沒有做完之前 我就自己跳 我會自己跳 我會自己跳 這個比較不像自己跳 就是說我會自己先跳 這個導致的說 對我很主動 可是 我跟他 就 完全分開來 另外一個就是 摔下去很重 什麼叫摔下去很重 什麼叫摔下去很重 這樣這樣 那我用力摔 我下去 應該很重 而且我剛剛還插到 就是 什麼都不管 我就是讓他自己摔 然後我就直接 下去 這個都會導致的 一些 看起來不是很標準的 做法 通常 教科書上都是這樣子講 教科書上都是這樣子講 音量摔下去沒有問題 然後呢 做的時候 起來 不用等他已經 過來這裡了 再摔 這樣的話呢 這邊都會 產生一些 暴露上的危險 翻起來之後 直接牽到他後面去摔 好 這個是比較正常的做法 比較 然後 絕對不要 這樣子摔 這樣子的話 那個 弱點都太 太多 你要跑到後面去摔 這樣就沒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要做 Nugget的時候 我不要這樣子 載大家過來 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 來 假設我不會 我都還沒有做 就是像是像這樣子 我都還沒有準備好 他就摔過去 可是 我的手是直的 你看 對 你這樣摺 對 其實對我的效果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 作用不到 OK 你注意看 我 著地的時候 我著地的時候 我的 武士頭肌 是用 地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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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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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動手 或 你會傷害我的腿 因為 你的腿 會傷害 好 好 然後 武士頭肌要用力的前提之下 你要知道什麼時候才用力 因為你現在 踢上去了之後呢 你踢上去之後 你在空中是有一段空感 你是不知道怎麼樣 你這樣 控制你的身體 像我們剛剛做那個 Live Roll的時候 我們在空中做那個 Live Roll的時候 You don't You have a Timing You have a momentum You don't know how to make any sense 你在空中的時候 你是 不知道怎麼用力 所以說 我會把 我的 假設我 假設我這隻手 被他做 I 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Pose down this part OK OK I Lift my arm Here to Touch The floor Oh Don't swim Like This Just Hold Your arm Like This OK Here This Pase It Touch The floor So The next It tells you Engage This part The next part OK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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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my landing I I engage this part I design Ah OK If my landing like this You will hit So Or This will be fine OK 兩個都可以 這是幫助你 什麼 這是幫助你怎麼著地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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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就是 HIDE RENDING OK 你在做的時候你精神要稍微集中一点 因為可能一般大家 變成累的時候你可能就会 你的動作可能就稍微微異落什麼 你也注意可能就沒有那麼集中 就導致你可能被做的時候可能就對方要做的時候 你可能來不及反應過來 於是你可能會造成可能容易受傷的風險 所以說就盡量你還做復訓的時候盡量讓你注意維持緊鬆 這樣你還可以安全完全復順了 可能就盡量順著對手的力道下去 這樣你會比較省一點 因為可能大家普通可能都是盡量都可能是自己跳完 可是自己跳完可能做不久這個可能就沒什麼力 可能跳不起來 所以說就希望可以順路對手的力道 所以我通常就是會從上方往下丟嘛 你就順路這個力道 你會稍微省一點 就是你著地的時候 你必須要想到說 可以想 可以想 你不要在這邊傻傻的 就在這邊著地 你要利用這個 摔下去的動量 讓自己起來 這個是你在影片上看到說 肥蜆蜆摔起來很短 That's why we saw somebody fall softly The soft means the landing momentum is less or less The soft means He used the momentum to sit or to stand quickly 我現在把我,等一下我做一個Landing 就是著陸的動作 然後呢,我用那個動量站起來 或是坐起來的方式 所以你會覺得這樣子坐起來會比較輕一點 我起來,我就是要,我就是靠著這個就是起來了 再看一下 我是靠著這個起來的 我不是,我不是靠著 OK I, this is all moment and that's it so I can, I have to stand up by this very, very hot but and this 這會比較輕鬆一點 OK 我,我建議是可以先從高力開始 我的建議是可以先從高力開始 因為我們空翻會涉及到反轉的問題 其中就會有頭下腳上的動作這樣子 我們一般人可能不是很習慣 頭在下面腳在上面這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先從高力開始練習 我們可以先示範一下 正常人會先找一個牆壁 那我們可以先從 現在開始 先做這個動作喔 然後腳踩到地板 然後點點往上爬 然後 這樣是要站多久了 阿伯阿伯,這樣是要站多久 然後就差不多可以從 這方向去練習阿 不是阿,我說你要這樣要站多久喔 至少要站多久喔 一分鐘吧 一分鐘喔 撐個一分鐘左右 反正就習慣一下頭下腳上 這樣你翻的時候也會比較感覺到自己在做什麼 不然其實很多人在半空中可能是 亂甩的這樣 阿這樣其實不太好 這樣你可能會 下落地的時候可能會受傷 對 我可能是先 加強自己的核心 還有什麼 升級數值 核心的話可能就可以先從 放肆開始練馬 就像 這樣撐著吧 因為就我們翻轉的時候還是 會需要用到一點核心的力量 因為如果我們翻轉的時候是爬爬爬爬 你可能到半空中的話你的身體又爬 你可能就失去那個旋轉的動量 這樣會 你會比較不容易翻過去 可能比較容易有出現什麼意外什麼 那之後 之後我可能就可以像他一樣講去練習倒立 因為可能一般人可能這樣 一開始的話倒立可能撐不起來很多啊 所以說可能可以先練習一下基本方式 那不然就是 之後再可以繼續練習武衣體 因為 如果要倒立的話 基礎武衣體還是要很大 是這樣 有一些輔助運動 有一些輔助運動 像你們剛剛 那個 你們都做了 好像 一個dive roll 然後 kick up handstand ok 然後 前滾 就是速度 就像 那個 今天講什麼 踢快一點 踢上去踢快一點 這個東西你要踢快一點 踢上去要踢快一點 踢上去要踢快一點 然後 再來一個就是 把 這種 dive roll you need to lift your hip up and the dive you will make you feel longer on here ok the serve is rolling buzz 就是 你的前滾的速度要過快 這個要被做 ok 這是 基本的 要求 什麼 什麼 你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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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你 你 是不是 什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